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百六斤油皮少女 嘟嘟醬 世上女人千千万 胖妈就要摘一摆 自从上次我讲的减肥那一期后 居然还有无数胖妈给我投港 爬叶 传说各种网红迅蒙减肥方法 不仅很多都号称是科学减肥 更说是明星余用 哦呦 而我刚时发现 其中有不少都是本身女曾亲身尝试过的 我到底是好多种减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探命 那些网络爆火的减肥方法 真有那么神奇 这年头只要一说起女明星和网红 大家除了关注她们 最羡慕的就是人家那魔鬼身材 而像她们这种特殊行业 想胖就胖想瘦就瘦 好像减个肥就跟闹着我儿似的 首先就是林允曾在某书分享出来的 21天减肥大法 都还曾没搞过 她大体是把减肥分为三个阶段 去控制你的饮食 第一个阶段是减肥的前三天 百刊上面说这三天是帮助我们的肠胃排毒阶段 每天只喝大量的水 一点其他东西都不吃 我不吃 我不吃 第二个阶段是为期八天 不能吃主食和甜食 每天仅吃一些蔬菜水果 以及少量的鱼肉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完全不沾任何碳水 我不吃 第三个阶段是最后的十天 每天正常的一日三餐 但每餐只能吃六分饱 并且睡前的五个小时 不能进食 我杰斯下啥子叫低五分饱 这是火锅吃到一半 你突然放下筷子 冷目的看着他们下虾滑 牛肉 兜皮 毛肚 黄痕 蚵蚵 心足子水 不带一丝切卦 同时也要少摄入碳水 重油 重盐等食品 而我自己也曾经真的亲身尝试过这种方法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让你每天的摄入量非常非常低 达到你能够减肥的目的 但同时它当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首先在这短时间内如此迅猛的结实 如果身体素质较差 很容易引起一些肠道反应 例如胃炎 低血糖等等 主要还是因为鹅 并且因为在这短时间之内 基本上我们的摄入量都低于人类每天所需的一千大卡 以及严重的缺少碳水和主食的摄入 那当你下一次去摄入碳水的时候 身体就会觉得 啊 我很缺这样东西 而去疯狂的吸收 并且在这种强烈的结实状态下 我们代谢掉的大部分是水分 你雷脂肪 害死你雷脂肪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只适用那些身体素质本身就比较好的 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重要的场合 例如结婚 即下的在短时间之内收下这么多金 给自己留下个美好回忆 真紧八百的想长期用这种方法减肥 血点我乖不祖醉 而第二种减肥办法就更加猛烈 是谢娜在某一期节目中爆出的辣椒减肥法 把辣椒涂满全身用保鲜膜包起来 号称这个样子就可以帮我们加强代谢 让皮肤更加紧致 让脂肪燃烧更加迅速 拉美子奔拉 而且不仅是谢娜 在我们川渔地区 这种方法曾经超级流行 不要问我为啥晓得 不要问不要问 但其实不管是谢娜本人还是网上的科普 早就说过这种方法真的不行 谢娜甚至在节目中当场表示 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直接觉得自己要休克 这都是因为辣椒中的辣椒减是有刺激性的 抹在我们的皮肤上会让我们皮肤觉得 刺动红肿发炸 重重的就是过敏 除了让你难受之外 跟减肥皮也关系没有 而抹辣椒的经济版就是狂吃辣椒 直接从体内开始加强代谢 为一个涂生涂长的成都人 都回此了 一分之后就回此了阿昭 那么多年了 说好的时候呢 说好的时候呢 别人 而下面我们要讲到的这种减肥方法 不仅是所有减肥方法当中最为玄学的 也是号称最多明星效仿的 那就是减肥圈最神秘的 鼻鼓大法 在我查的资料中显示 鼻鼓术起源于仙情 曾在大代理记一本命中就有提出 其极是道教模仿庄子的 不实无骨 西风引路的仙人行径 写死呗熟悉 目前网上所流传的鼻鼓减肥法 一般时间为7天 其中要求在鼻鼓的前三天 什么都不吃 只喝水 而在正式的鼻鼓期间 基本上就是蔬菜水果 配中药的人生之类调理身体 以及一些非常专业的中药养生茶 更悬的一些文章 居然说还需要有人复法 但我觉得用科学一点的方法来解释 这更像是一种清断食 以减少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热量 来达到减肥的目的 但同时也因为它要在短时间内建设 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同时它用一些药膳或者药茶 来平衡我们的身体 这种所谓的药膳和药茶 并没有非常详细的 不定搭配 感觉如果大家日常去操作的话 好难啊 而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在减肥界传闻已久 黑咖啡减肥大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档 非常老牌的美妆节目 叫美丽翘佳人 这可能是我小时候接触的 第一档美妆时尚类节目 对我初中那个年纪的时候 它就介绍了黑咖啡减肥大法 承受100克的黑咖啡 只有2.55千焦的能量 并且喝下去就可以帮我们分解脂肪 黑咖啡不仅是个腻尿神器 还能抗氧化 简直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其实哈佛大学针对黑咖啡 到底能不能减肥这个话题 研究了长达12年 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不配合健康的饮食和运动 黑咖啡也久不要念 而且黑咖啡也不能过量饮用 否则会导致肠胃不适 身体脱水 失眠心慌 血压升高 并且我作为一个从青春期 就在喝的使用者来说 黑咖啡对一些肠胃 本身不太健康的人来说 负担非常重 至少我是那种只要一沾黑咖啡 必定那天会非常不舒服的 胃痛到抽筋 还一直拉十八八 所以这个真的要是个人情况而定 毕竟问水千山 肥肉相伴 狗命妖精 这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减肥的路上别怕孤独 毕竟有我永远陪